JC想問瑞星科技 他就說現在你看到網上可以多少 其實說真的 我也不會突然說 我之前也說過 如果短期50元到差不多 因為我知道 這樣到了 他之前公佈第一季的季跡就是挺好的 但是要小心他主要有三個業務 第一就是瑞星的星學產品 第二就是非星學產品 即觸控馬達等等 第三就是最新的光學 相對上來說 它的光學是增長得最快 但是佔比少 所以對整體的盈利幫助不是很大 但是在星學產品裏面 其實要留意 第二季可能會有些 盈利的增長會放慢 所以這件事令我覺得 50元以上的話 我短期不敢看太多 但是其實他近來由40元飆上去 都交了功課給大家 40至50元 才有四分之一 所以50元再上去的話 從基本因素上 考慮到短期的累積升幅 的話 我不敢再奢望太多了 暫時我還是 維持50元左右 會是我的錯誤目標 當然你說 國大使去 他就跟著去 但是50元以上 他要再跑贏大使 我就有些保留了